在我们收奉献的同时 我们一起来读一些经文 以赛亚书六章一节 一起来读 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 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 今天是中国农历年的大年初二 在这里祝福大家 新春非常非常快乐 2020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年 我们相信神在今年必要做更新更大的事 阿们 2020年对我们家是一个特别充满感恩 也是特别具有意义的一年 因为今年我们家的小儿子Nick 在今年的1月4日 结婚了 感谢赞美主 同时我的大儿子David 也要在今年的某一天 也要结婚了 一直以来 我跟亲妹师母都为这两个孩子 将来的婚姻大事在那边祷告 我们求神为他们来预备一位 懂他们 爱他们 珍惜他们 也能够跟他们一起携手走一生 幸福美满家庭道路 爱主的姊妹祷告 神果然随听我们夫妇多年来不住迫切禁食祷告 而且在今年果然为我们家成就这么大 这么美好的喜事 我们就真的要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今年年初 我跟亲妹师母两个人就开着车 去参加我儿子在南家所举行的婚礼 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心充满了感恩 也带给我们非常多的欢乐的时光 可是当婚礼结束了 我们送完宾客之后 我们怀着很喜悦的心情来到了停车场 没想到看见我的爱车竟然被撞了 而且从车前门撞到后门 留下了还蛮深好几条的这样一个刮痕 看到这个车子变成这样子的时候 整个心情就沉下去了 刚刚那个欢乐喜悦的心情 突然一下子就不见了 这辆车子是去年我60岁生日的时候 我们全家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不小心就泄露了年龄 这辆车对我来讲 有格外的一个意义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非常的珍惜它 爱护它 我连开车都很小心 希望能够长久一点 可是却没想到 在我儿子大喜的日子 它被撞了 说真的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 我里面有许许多多 那个负面的情绪就跑出来了 我就觉得我怎么这么倒霉 停车场有那么多的停车位置 我为什么刚好就停到被撞的那个位置呢 在那停车场那么多车子 为什么被撞的就是我的车子呢 所以我有那种后悔 懊恼 伤心 难过 还有一点无奈 无助 甚至是有点生气 这些情绪都不断的跑出来了 然后就看到一个年轻人走过来 然后跟我鞠躬说 对不起 是我撞了你的车 我愿意承担一切的责任 我看着这年轻人突然发现 他是我儿子Nick 他在南加教会里面的一个小弟兄 而且他今天是来帮助我儿子 筹备这个整个婚礼的 我在想他里面一定有些负面的情绪 我今天实在为什么这么不小心 那么多车子 为什么让我偏偏撞到一个牧师的车子呢 而这个牧师刚好就是今天我的好朋友 新郎的爸爸呢 我想他心里一定也很傲 但这个年轻人愿意出来 这么勇敢的认错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青年 阿们吗 没有人喜欢碰到不好的事情 如果有请举下手让我看看 好好跟你学习一下 我想没有人喜欢碰到不好的事情 不顺利的事情 可是那些不好的事情 却往往会突然的临到我们身上 当那些事情来得到你的时候 我们很自然的就会产生一些 所谓的负面的情绪 产生负面情绪是一件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只要是人 难免就会有负面情绪 所以当有负面情绪出生的时候 我们的确不要太去苛责自己 我为什么会有这些负面情绪 因为它是蛮正常的 可是我们千万不要让这样的负面情绪 继续来困扰我们 我们千万不要只停留在那些负面情绪的里面 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那负面情绪的里面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心平气和 我们心没有办法平静安稳 那如果这样我们又怎么有能力 怎么有智慧去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呢 但要如何才能够除去我们里面的负面情绪 要如何才能够让我们在一个困难当中 难处里面甚至是一个围基的里面 可以从那个地方脱颖而出呢 我们要如何才能够化围基为转基 我们要如何才能够经历 从围基中转败为胜的一个喜乐呢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先知以赛亚的身上来学习 当围基来临时 我们应该如何做 有三点要跟大家分享 当围基来临的时候 第一件事 你要起来祷告 跟旁边的人说 你要起来祷告 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 他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 那么在这一年里面 先知以赛亚碰到了一个这么大一个危机 他就来到圣殿祷告 乌西亚王是以色列当中 以色列国里面一个非常好的国王 是一个非常了不起 非常伟大的国王 他在会长达有52年的时间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他把以色列国建立成一个非常富强 人民生活非常富庶的一个国家 甚至有人还把他跟大卫 所罗门王相提并论 所以乌西亚王在以色列人心目当中 他就好像是支撑整个以色列国的一个栋梁 他也是以色列人民心中的一个依靠 当乌西亚王在的时候 他们就很安心 他们过着复述的生活 他们可以安居乐业 可是今天乌西亚王崩 乌西亚王过去了 死了 这个曾经支撑以色列国家的这个栋梁 突然倒塌了 这位曾经是以色列人心目当中的依靠 的这位君王 突然死了 以色列人突然那个依靠失去了 所以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 整个以色列全国上上下下 所有人心中充满了恐惧跟不安 人心惶惶 他很不晓得这个国家将来 会怎么样 思维的列国会不会来欺负我们呢 会不会来攻打我们呢 我们以前的那个复苏的生活 还能不能存在呢 这个国家将何去何从呢 全国上上下下充满这样一个 不安恐惧的气氛里面 这是一个空前的大危机 而先知以色列人同样面临这样一个危机 他也不晓得怎么办 但他知道一件事情 我要来到圣殿 我要来圣殿 向我的神祷告 当他祷告的时候 他就遇见了主 当他祷告的时候 他就把他生活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来 向他来清新徒义 求神来带领 他在祷告当中 他就遇见了他的主 弟兄姊妹 我不晓得你心中的依靠是什么呢 是你的配偶 还是你的孩子 是你的工作 还是你的事业 是你的房子 还是你的爱车 是你的服饰 还是你银行里账户的那个存款有多少呢 如果这是你的依靠 会不会有一天 他改变了 消失了 不见了 如果那是你的依靠 当哪一天他不见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呢 当人在面临一个危机的时候 难处的时候 心中难免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 会承认出来 这是很自然的 我们不用自责 但是 我们绝对不要让自己的情绪 停留在这样的负面情绪里面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从这样一个情绪里面出来 这样我们才能够平静安稳 我们才能够有能力 有智慧的去面对我们的问题 所以当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 先知以赛亚就来到圣殿祷告 他为什么来到圣殿祷告呢 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神是谁 他所信的神是天上的神 是大而可畏的神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而且这一位神 他是愿意用笑脸来帮助我们的神 所以先知以赛亚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在祷告当中 他的眼睛就被打开了 他看见 我的神依然坐在宝座上 他的衣赏垂下 遮满身殿 他终于明白了 地上的王不管他多伟大 多了不起 不管他一生建造了多少丰功伟绩 也不管他执政有多久 有一天他会过去的 他在的时候我就很安心 他在的时候我就很有信心 但是哪一天他不在了呢 我该怎么办 而他看到这位天上的神 虽然地上经历这么大的一个危机 好像地动山摇这样的危机 好像洪水泛滥这样的一个危机 但是我的神依然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依然掌权 他永远活着 他的国永不振动 这才是我们真正要依靠的 这才是我们心中坚固的动量 阿们吗 当我们以为这天上神 做我们身体中的依靠的时候 我们的信心就能坚固 我们的盼望就能活泼 不管我们所面临的难处有多大 也不管我们所面临的危机有多大 只要我们喜靠他 他必带领我们突破一切的难关 所以弟兄姊妹 当危机来临时 我们要选择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而且他在祷告当中真实的预见主 阿们 第二 当危机来的时候 你要认真的对付罪 好不好 跟旁边人说 你要认真的对付罪 以色亚书六章五到七节 我来读 那时我说 祸灾 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解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解的民中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 万君之耶和华 有一沙拉佛飞到我跟前 手里拿着红炭 是用火简从坛上取下来的 将炭沾了我的口 说 看啊 这炭沾了你的嘴 你的罪孽便除掉 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当以色列人面临这样一个危机 以赛亚选择来到神的面前 祷告 在祷告当中 他真实的预见主 然后在主的圣洁光中 他看到自己一个嘴唇不解的人 嘴唇不解的人就是罪人 在主的光中 我们看到 我是个罪人 同时 以色列要看见 我这个罪人 又住在一群嘴唇不解的罪人当中 弟兄姊妹 你可知道罪人 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吗 一个罪人最明显的特征 就是他很容易犯罪 阿们吗 那你想想看一个很容易犯罪的罪人 又住在一群都在犯罪的罪人 一个很容易犯罪的环境里面 请问他是不是很容易就犯罪了 是的 我们好像生活得很无奈 就好像我们生活的环境一样 我本来就蛮容易犯罪的 我又生活在一个很容易 诱惑我去犯罪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但弟兄姊妹 我们千万不要拿这一个当作一个借口 永远要记住 请问你是谁的子民呢 神的子民 你是神的子民 神的子民不随波逐流 因为我们的神是很认真 很严肃的在对付罪 你可知道我们的神为了爱我们 为了救我们脱离那个罪 他付上了多大的代价吗 他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 是付上他的儿子 他唯一的爱子 耶稣基督的命 他用他儿子的命来拯救我们 或许在我们当中做父母亲的 比较能够了解 这样一个代价到底有多大 想想看 我们在座的父母亲 特别是当你的孩子还小的时候 你会极力地去爱护他 保护他 你不忍心让他受一点点苦 做父母亲的总是 我宁愿自己多吃点苦 我也不要我的孩子受苦 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我宁愿自己牺牲自己的生命 我也不要看到我的孩子受到一点点的伤害 是不是这样子啊 如果今天你要我孩子的命 那说真的 我跟你拼命 阿们吗 今天这位神 他不愿我们继续活在罪恶黑暗的里面 就拆遣他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来到树上 道成肉身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架上 用他的宝血 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 这样的一个代价 何等的大 所以神对于罪 是非常严厉的 神也说 我是圣洁的 所以你也是要圣洁 我是圣洁的 所以你也要圣洁 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的父神是圣洁的 所以神的儿女必须怎么样 也要圣洁 除了这一点之外 我们一定也要知道 罪 罪会拦阻 罪会迫害我们跟神的关系 罪 会让我们的生命 产生一个极大的破口 罪 也会让这个破口成为仇敌 攻击我们的一个地方 罪 也会让我们在仇敌面前 站立不住 罪 也会让我们失去神的祝福 我们看一节经文 创世系49章3到4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刘辩啊 你是我的长子 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 本当大有尊荣 权力操纵 但你放纵情欲 滚沸如水 必不得居守卫 因为你伤了你父亲的床 污秽了我的他 刘辩是雅各的长子 神对刘辩有一个很大的祝福 那个祝福是什么 大有尊荣 权力操纵 请问这样祝福好不好 好 大不大 大 可是得着了没有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犯罪 因为刘辩 上了他父亲的床 他的父亲是雅各 雅各有一个妾 叫匹拉 这位长子 刘辩跟匹拉 发生乱伦的关系 以至于得罪神 得罪他父亲 得罪了匹拉 也得罪了他自己 因为刘辩犯罪 以至于本来有一个大有尊荣 权力操纵 这样一个祝福 失去了 所以弟兄姊妹 在主的光照中 我们看到自己是个罪人 我们又住在一群罪人当中 而我们知道 我们的神是一位圣洁的主 祂为了爱我们 为了把我们从罪拯救出来 祂付上了极大的代价 所以我们绝不要容许 我们继续在罪的里面 但弟兄姊妹又说 我是个罪人 又住在一个罪群不解的民中 我实在太容易犯罪 那万一我犯罪了怎么办呢 而且经文非常宝贵 愿一书一章九节 我们大声的来读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是的 我们是个罪人 迎着耶稣的宝血 我们成为义人 但是我们的罪人 还是带有那一个很容易犯罪的特质 我们偶尔不小心犯罪了 这个时候你要记住这个经文 只要我们肯来到神的面前 认罪悔改 认真的去对付那个罪的话 神必要按照祂给我们的应许 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阿们 第三 当危机来临时 你要奉差遣 为主而活 跟旁边人说 你要奉差遣 为主而活 以赛亚书六章八节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差遣谁 谁肯为我们去呢 我说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神对先知以赛亚说 谁肯为我们去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我可以差遣谁 谁肯为我们去呢 这是一个呼召 这也是一个差遣 当我们听到神的呼召 招神的差遣的时候 我们要想一个问题 请问神差遣我 到底去做谁的事情呢 请问 神差遣我 到底是去做谁的事情呢 是谁 神嘛 因为神要做一件事情 而这个事情要有人做 所以神就差遣我 去做神的事情 那请问做神的事情 跟我到底有没有关系 有 一定有关系 那我再问另外一问题 请问神差遣我去做 祂要我们做的事情 到底是对我好的事情 还是不好的事情 我的题目不小会太长 如果今天神差遣我去做 祂要我做的事情 到底那件事情是对我好 还是不好呢 好的 请大声说 阿们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 美善的神 祂对我们的旨意 永远是善良 存全 可喜悦的旨意 阿们 所以神差遣我们去做的事情 一定也是对我们好的事情 可是有时候啊 当神真的差遣我们去做 祂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并不觉得 那是真的对我们好的事情 你还记得有一次 有一位少年的官 他来问耶稣说 夫子啊 我到底要做什么 才可以得永生 那接着他又说啊 凡是律法上规定的 我都做了 我都遵守了 非常好的一个青年 请问 我还要在做什么 才可以得永生 耶稣就告诉他 你去变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然后来跟随我 你就可以得永生 结果呢 这位少年官 就悠悠愁愁的走了 为什么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呢 圣经给我们答案说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那我就在想 如果他没有产业呢 那这个猜浅 我觉得就很容易了 反正我什么都没有 当耶稣说 你要把你的所有的 别人卖之后 分给穷人 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产业 卖就卖 分就分 然后跟随耶稣得永生 容易不容易 我觉得还蛮容易的 可是当你的产业很多的时候 你会不会考虑一下 主啊 我的产业很多啊 算是个小富翁啊 如果我把我的产业 全部变卖掉 然后分给穷人 那我还剩什么呢 我是变成一个穷光蛋 我什么都没有 然后跟随你 真的会得永生吗 我可能就在那边考虑来考虑去 就像那一位少年官一样 最后就怎么样 悠悠丑丑的走了 但弟兄姊妹 我想请问你 到底是守住地上 很多的产业 比较有福呢 还是奉主耶稣的差遣 去变卖所有 分给穷人 跟随耶稣得永生 比较有福呢 到底哪一种比较有福 我相信在座都是很有智慧 很聪明的人 你必然知道那答案是什么 阿们 是的有时候神差遣我们的时候 我们觉得 好像不太好 好像我会挣扎 但是如果你真认识 这一位神的话 祂是一个美善的神 祂对我们永远是存着 善良存全可喜悦的主 当祂拆遣我们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甘心 而且要乐意 阿们 如果你今天跟你的配偶吵架 为了一些事情吵架了 而你觉得我有理 你没理 当然一般吵架 两方都一定认为 我有理 你没理 所以大家距离力争 吵得 非常的严重 突然主说 你去跟他道歉吧 主拆遣你去 主动的跟他道歉吧 你会不会心里觉得很不甘心 很不公平 你甚至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委屈 明明是对方不对 我是站在你的这一边 为什么不是他来跟我道歉 而是我要跟他道歉呢 但主你今天说了 你说了算 我愿意放下我的委屈 放下我心中的不平 我愿意奉你的差遣 去跟他道歉 我愿意奉差遣 为主而活 愿意的请大声说 Amen 这是你们说的 我没有强迫你 当你愿意照主的话去说的时候 去做的时候 我相信你的家庭可以和乐 可以恢复 Amen吗 我记得我的儿子 小儿子Nick 他在读高中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在谈未来的心愿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爸爸 我未来最大的心愿 就是要为主殉道 我一听 这个蛮严重的 我就跟他讲 在北美 要为主殉道的机会 不太多 如果真的有一天 需要为主殉道 我说的是真的为主殉道 说真的 想起来也不是那么难 因为只要一咬牙 忍耐一下就过去了 要死好像比较容易一点 但是要活就不太容易了 为主殉道 比较起来 比较容易 我不是说为主殉道很容易 不是 而是比较起来 天天奉差遣 为主而活 与为主殉道 我觉得 为主殉道 是比较容易一点 真的要天天 奉主差遣 为主而活 我们要放下 我们要学习很多放下的功课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但是不容易 才叫做功课 阿们吗 如果很简单 那点点头就可以 或者给他按个赞就可以了 那很简单 不容易 才叫做功课 所以当你有一个心智 是的主 我愿意奉差遣 为主而活 但我需要主 你给我更多的力量 更多的恩典 好让我能够 天天 为主而活 奉主的差遣 阿们 在我们人生当中 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 难处 甚至所谓的危机 当这一些难处 突然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些情绪的反应 而这些情绪的反应 一般来讲 都是属于负面的情绪 当这些负面情绪发生的时候 我们不要去否认它 我们也不用去感到自责 因为是蛮自然的 是人嘛 人就会有负面的情绪 但是我们要提醒自己 我们千万不要只停留在 这些负面的情绪里面 我们应该想办法 让这些负面情绪 可以赶快的过去 好让我们的心 可以平静安稳下来 好让我们可以去面对问题 处理问题 在难处当中 可以跨越过去 在危机当中 我们可以转败为胜 而先知以赛亚 给我们的学习的榜样是 当危机来临时 三件事 第一 你要起来祷告 而且要在祷告当中 真实的预见主 第二 当危机来临的时候 你要认真的去对付罪 因为罪会破坏 我们跟神的关系 罪会让我们生命有破口 罪会让仇敌攻击我们 让我们站立不住 罪会让我们失去神的祝福 第三 当危机来临时 我们要奉差遣 为主而活 当我们愿意按照神的话语 去做的时候 我相信 神也必按照祂话语的信实 来帮助我们 保护我们 带领我们 也来祝福我们 阿们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一起祷告 爱我们主 我们感谢祢 我们赞美祢 是的 我们人生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难处 但主啊 在每个难处当中 祢依然是与我们同在的主 主谢谢祢 求祢帮助我们 能够速速的来到祢面前 把我们的难处带到祢面前来 跟你清心徒一 主啊 我们在祷告当中 要真实的来遇见祢 当我们知道祢是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安心 我们就可以面对生活每个难处 主啊 祢也帮助我们 虽然我们是嘴唇不解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解的民中 但主啊 我是祢的儿女 求祢帮助我 用认真的态度去对付我们的罪 我们若不小心 偶尔被过犯所剩 求祢按照祢话语的信实来帮助我们 好让我们在认罪当中 可以来经历主祢的厚恩 主啊也求祢帮助我 当危机来临时 我要学习聆听祢的话 好让我们可以奉祢的差遣 活出祢的命定 主我们感谢祢 我们赞美祢 好吧弟兄姊妹 这时候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 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主的话 哈利路亚 当我遇见祢 使我夜间歌唱 超越一切环境 看见祢的痛在 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却仍安然居住 你是我之宝 我最深的喜悦 全心仰望一旁 我便不知荣耀 你与我同行 你爱我到底 这一生有你真好 在你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 有永远的无论 让给我的一切 坐落加美之处 我的灵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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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 有永远的福乐 你是我的主 好处不在你以外 遇见你 我就遇见幸福 当我遇见你 使我夜间歌唱 超越一切环境 看见你 看见你的同灾 看见你的同灾 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全人当然居住 你是我之宝 我最深的喜悦 全心阳光依靠 我便不知动摇 你与我同行 你爱我到底 这一生有你正好 在你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 在你右手中 有永远的福乐 在你右手中 有永远的福乐 你是我 你是我的主 好处不在你以外 遇见你 遇见你 我就遇见幸福 在你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 有永远的福乐 让给我的丁肩 做多加美之处 我的灵快乐 在你右手中 在你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 有永远的福乐 在你右手中 你是我 你的主 好处不在你以外 遇见你 我就遇见幸福 弟兄姊妹 你渴慕遇见主吗 你渴慕吗 如果你渴慕 我们来学习 祷告 我要在每次的祷告当中 你跟神说 是的主 我要真实的遇见你 以前我也都祷告 但是我并没有真实的遇见你 当我真实的遇见你的时候 我的信心可以更加的坚固 我的盼望可以更大的活泼 是的主 这是我心中的渴慕 我要在祷告当中 真实的遇见你 这是不是你的祷告呢 弟兄姊妹 或许你现在 正在一些难处的当中 虽然中国人讲说 在新年说 你都要讲吉祥话 都要讲好话 但是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跟祂庆心吐一 把你的难处 带祂到面前来 对不对 你愿意吗 如果你愿意 我们一起来祷告 把你生活的难处 你面临到的难处 带到神的面前来 跟我的阿爸父神 大声的来跟祂庆心吐一 好不然我们这个时候 就一起来祷告 阿里阿师父祖 我来赞美你 因为你是随地用祷告的祖 你是阿父祖 把弟兄姊妹的祖母 都带到你面前来 为他们所面临到难处 也带到你面前来 我主啊 求祢与他们同在 好让他们拦住当中 可以经历到你的恩兴 阿里阿师父 我来赞美你 因为你是随地用祷告的祖 阿里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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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你年轻云 在你有手中 有永远的福乐 良给我的笔切 拢落贾美之处 我的财业 实在美好 在你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 又永远对你不乐 你是我的主 好处不在你以外 遇见你 我就遇见幸福 是的你要遇见主 遇见你 我就遇见幸福 是的主 我要真实地遇见你 遇见主 我就遇见幸福 哈利路亚 我们来赞美我们的主 哈利路亚 是的主 你是我的主 我一生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主我们来仰望你 也把弟兄姊妹的需要 都带到你面前来 让我们来学习一生的功课 在每一次的祷告当中 我们来遇见你 好让你的能力喜乐再次复辟我们 谢谢主的恩典 这个时候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常与每一位爱主的弟兄姊妹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再给我们神最大的掌声 哈利路亚 离开之前跟旁边的弟兄姊妹 彼此对说 你要真实地遇见主 感谢主的恩惠 感谢主的恩惠